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一名资深人的工程师 我主要在容量控制平台 负责全任努力压策小科工作 我也是AlphaC Skywalking的Commeter和PMC成员 我在拉过教育同时出了一门课 课的名称叫做FM10这种追踪实战 这一门课主要讲的是 如何让开发人员拥有可观的性思维 可观的性思维 同时并将可观的性这些概念 落入到真正代码科学过程中 来便于更好的进行问题定位和跟踪 下面正式开始我们主题 我会分四个部分来进行讲这个性能剖析 首先我们为什么需要这个性能剖析工具 如果我们需要性能剖析工具的时候 我们有哪些实验方式 然后我再讲一下 我们在AlphaC Skywalking中是如何把这个功能进行实践的 最后我们展望一下 这个性能剖析将来还能做哪些事情 好 那我们开始正式开始 第一部分 我们为什么需要性能剖析 下面这张图其实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微服务的一个架构 可以在左侧可以看它其实是一个client端 就比如说是我们手机端来进行发送真正请求 它首先到达AppServer AppServer它会进行分别请求的两个服务 分别是SecurityServer和InfoServer来进行销文处理 然后由AppServer进行最终的整个数据 并且返回给真正的一个client端 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微服务架构的一场温情 下面我们以整个trace系统来进行看证的事情 在skywalking中我们是这样展示的 首先我们在最左侧上方有三部分 有三个内容 这个内容就像是我们目前系统中的系统 比如说这个链路中拥有AppServer SecurityServer和InfoServer这三个服务 在左侧就是一个数字形式来进行展示出 整个这个链路的一个指定情况 首先我们可以通过这次的看到 它其实会先接受到请求 ScaInfo和我们刚才Email中的对应起来了 然后它会发送一个Security请求 到我们的SecurityServer 可以看蓝色部分和这蓝色部分是对应起来的 然后SecurityServer会接受到介绍信息 并且相对应处理并返回 接下来它会依次会访问到Info InfoServer Info请求 然后Info接受到之后 同时会进行一个HR的一个执行数据库 执行查询数据处理 然后最终反过去 这是一个整体一个数字图 来展示出整个链路的 在右侧它其实像是一个以更横条形式 span信息形式来展示出这个整体链路的执行情况 最上侧就是它这个整个一个耗时情况 可以看到这个方法可能耗时300多毫秒左右 同时在这个Security这个服务上可能耗时200多毫秒 然后在Info这个服务上可能耗时这个应该差不多100多100毫秒吧 这里是一个比较常见的请求 每一横条都代表是一个span信息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个就是有可能有问题的请求 和这张图类似 我们可以看到这张图其实主要一个区别在于 我们这个Info就是这个绿色部分 我们这个Info Service在接收到这个Info请求之后 它确实进行了一个MySQL进行插新处理 但从此我们可以看到右侧这部分 其实是我们不知道它是哪发生的 哪产生问题了 可以通过这看到 这方法的自身耗时是109毫秒 同时它总耗时是212毫秒 所以其实我们这部分的耗时差不多是100毫秒吧 103毫秒 我们其实不知道它是具体实现什么问题的 所以这时候就要引入我们类似于一个性能剖析 我们来查看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能导致的 但是在解决这个问题之前 我们需要先了解Trace是怎么采集到这信息的 然后我们知道这怎么采集之后 我们才能用细化去思考这个问题 我们从左侧开始看 这是我们一个很典型的一个App Server 一个程序上的一个结构图 在左侧 这里面是一个业务程序 就是你的业务代码 其次这业务程序可能需要依赖于某些框架 比如说像是ATP框架呀 或者是一个RPC框架呀 就是像JAR中就会有像是CPU MVC 或者是像是Double这类型应用 最下面我们可能就需要一个TraceAgent 来进行把这个我们整体的Trace进行串联起来 它有可能是自动机制 有可能手动机制 自动机制你可以以为 比如说像JAR中 我们可以通过资金码增强的形式 来对业务代码进行改进 来进行拦截 而手动形式相应是 有可能因某些原因 这个系统他并不支持我们以自电话增强的形式 来进行拦截 所以需要使用手动买点 我们可以看右侧 右侧是真正一个执行请求的一个情况 首先发送请求过来之后 我们TraceAgent会拦截到 他真正想进行一些任务执行 比如说 此时他希望进行执行一个 那个他执行一个RPC请求 RPC请求 我们会在执行之前进行拦截 并在执行之后进行处理 更多处理 如果通过执行前和执行后 我们汇总成一个整体一个span信息 这个span信息就像是我们刚才在Trace页面中 看到整体一个执行情况 它其实包含了几个比较关键信息 比如说像是operative name 就有可能这operative name 有可能是像我们刚才看到一些URL地址 还包含了他的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 他的开始时间对应他这个准备进入RPC执行的时间 结束时间相信是我们这个话执行完之后时间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trace生成 我们知道这之后 其实我们就是下面需要做的时候就知道 他其实目前只能做到一个RPC级别的 或者只有框架级别的一个拦截 这也是我们就是整个agent的一个关键 所以我们其实需要先剖析的原因在于 他我们其实需要比RPC级别更细腻度的span 更比RPC级别span更细腻度的信息 然后第二部分 我们就要考虑怎么去进行实验这个东西 我们先看右侧 就是我目前只是以这语言为主 我们其实代码都会以各个方法进行执行 我们其实可以在方法执行上面进行增加一些注解 然后我们的trace agent拦截到这个注解之后 他就会生成根据这个注解来生成一个新的span信息 其实你可以理解为我们的那个 比如说像double框架 我们其实也是进行了一些买点来进行实现的 只不过我们对他进行封装了 我们通过一些增强形式 起码增强形式自动帮你拦截掉 并且进行一些相关trace操作 或者我们可以通过代码行几个形式来生成一个新的span 然后这有一个好处 这算是一个手动买点吗 它其实是以一个开发者的角度 去对整个方法执行流程进行一些买点 进行更次一度查到问题原因可能是什么 它的好处就在于它的定值框是非常强的 你可以在你代码编写代码的任意位置来进行相关的买点 无论是通过方法级别的 可能是某方法直言出现问题了 但是你需要更细一度的 你需要这方法内部的再去买点 我们看这方法内部是不是还会产生问题 所以它会造成我们频繁的上下线 并且就算你跟着你找原因之后 你可能只是解决了 但是直接买点信息由于它和你代码是藏偶合的 你需要重新去删掉 所以你可能是忘记了或是什么原因 所以你需要重新再去把这个来买点删掉 来防止其实性能上有些损耗 所以它其实我们排查问题原因的复杂度其实是很高的 第二个原因是它没法对它JDK或是LAM的表现式进行拦截 因为很明显 就是我们这种方式都是在我们代码可见范围之内进行一些处理的 如果你希望对JDK或LAM的表现式进行拦截的话 你可能还需要更细一度 比如说你需要下载原码 下载JDK原码 然后进行相关买点 最后再进行编译到你现在的环境中再去使用 它其实是很复杂的事情 所以这是第一种方式 第二种方式 我们再来看右侧这张图 首先中间这块它其实包含三个方法 这三个方法分别是Method A B C 然后它是A B C这三个方法这么调用过来的 第二个方法我要讲的其实它是一种自动买点的机制 它会自动根据你这个方法执行 每一次进入一个新的方法 它都会新增一个新的span信息 完全自动去给你做好的 你可以列为比如说在这一行 它在就是会自动生成一个上面一个trace注解 Method B也会生一个trace注解 Method C也可以生一个trace注解 自动帮你完成的 这和相比到我们刚才第一种的那个手动买点的方法 好处在于它出去是最全的 因为它会对你每执行方法都会进行拦截 而且它的时间是非常精准的 但是缺点也很明显 因为我们这整化执行的时候 它的方法可能很多 无论是你自己代码的 或者框架内部的 其实代码其实方法实际会很多 再比如说你这方法中可能会包含你的负循环 然后它会一次就是在其新增的4万信息 所以其实这个损耗是非线性的 所以这个其实完全取决于代码 行数和代码工法执行的流程 其次 它由于是每个码进入和进出的时候 都会进行产生三四万信息 所以内容是很多的 你很难 其实真正就是 因为内容比较多 所以你其实很难真正查查问题原因 然后第三种方式 第三种方式 其实相信是我们是利用一种 我们在高级语言开发工程中 其实都会有种特性 就是我们无论代码怎么执行 它其实都是运行在线程上的 而线程像我们就是每种语言 它其实都会有自己方法战 比如说像Java中执行 我们比如说真正执行一些 比如说我们执行一个操作的时候 它其实会真正从慢方法进行执行 包含你真正执行方法 比如说从新进入一方法的时候 它会新加入一个战 比如说在这里面就会先执行慢方法 然后它慢里边就执行了一个Method A 然后Method A里边执行B 然后它最后通过一个Stream Read 来进行读取数据 这是我们真正通过线程方法进行执行的流程 容易照这种方式的话 我们就可以可以这样子 我们可以比如说我们周期对这个线程进行 线程快照 这样我们就可以进行得到很多个线程快照 并且它都是包含方法站的 可以直接看到 才是我们可以采用另外一种比如说通过这种线程 线程方式定时调度来进行Dump 相关的线程信息 然后第二步我们可以把线程信息进行一些聚合 比如说它Method 它慢方法可能是时间那个时间最长 变成次数最多的 它Method A就是有可能在一定时间之内 Method B可能在就是在Method A时间反映之内 这样又会做一些操作 所以契合可以契合出一种类似于火焰图的形式 就是最下面一层肯定是执行化时间最长的 越往上走 它的代表是它真正产生的原因是最长的 所以从这样途中 我们可以很快速的通过这个火焰尖 看到真正这方法是因为StreamDread耗时比较长 导致原因 这也好在于就是 你不需要了解你程序是怎么执行的 你只需要进行执行这个现成快照 如看这张图 你只要关注现成这个每个这火焰尖 就知道它真的是哪 可能产生问题原因比较多 或者是像这样子的 它可能这块Method A 它可能重要一些其他自己操作成为问题 实际上有一个好处的是 它其实是有比较少的性能影响的 因为相比较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 自动化快照 它是基于方法 每次执行都会执行电路嘛 它这个损耗其实取决于我们这个定时任务 每次进行采集快照的时间 它会造成性能损耗 其他时间对这个程序是没有影响的 同时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 我们可以快速定位到代码行级别的问题 但是像前程的方式 可能手动买点可能会实现 但是像自动买点 它可能更多的是知道我们这个方法 可能比较耗时比较长 但它同样无法知道 我们针对具体买的代码行产生问题 但是像方法真的方式其实可以实现的 然后最后它其实缺点就是 我们的方法执行时间不够准确 原因在于我们是通过定时调度进行一个签证快照去取决的 你没法做到一个非常精准的 除非你把这个快照时间设置为一毫秒或怎么样子 但这样子基本你程序没法执行了 所以其实你要做一些权衡 然后第二个原因是它这个第二缺点是它那个假说你这个方法时间耗时比较短的话 它其实并不适用 也比如说你这个采集快照可能是20毫秒 但你可能的方法可能是11毫秒直接完成了 此时它在这10毫秒无动之风中 它已经进行了一些站的压住和压出 所以你其实采集不到的 但一般我们第二种问题产生唯一就是 其实不太可能出现 因为假说你这方法已经本身耗时比较短了 此时你就没有必要进行相关那些显示快照方式了 最后我们再来对这三种方式进行一个整体说明 其实在我们公司内部之前也遇到过这些问题 所以我们才需要这种功能 最开始我们会采用一种手动买点方式 就是也是一样 就是在方法执行的时候进行相关买点 但是它排斩问题原因乏路真的很高 而且真的很容易就是你可能上线修复完问题了 但是你代码都一直保存在这里了 然后后面人可能就是一直的方法执行 可能一直在这里存耗一些时间 所以其实是有些缺陷的 如同自动买点就算是我们 它修复了其实在第一个买点方式这种缺陷 它其实可以采集更多信息 它采集数据是最全的 但是它同时就是它没法造成一些信息 它会造成很多性的影响 我们毕竟的内容比较多 我们很难去根据这内容产生问题 发生问题 我们第三种就其实相关税另一种突破好了 它是依照于切成站这种方式去进行实现的 所以它其实避免了第二个自动买点方式 它产生的不足 它会造成一些比较少量性的影响 但是它同时它的好处就算是我们订阅问题更加准确了 它也可以弥补掉我们第一种方式 手买点方式这种方式进行实现部分 但它缺点就是其实是实验不够精准了 然后就是耗时时间耗时比较短的时候其实不太实用 第三部分我要讲一下就是我们这个项目 就是我们这个功能在Skywalking中是怎么落地的 因为我们公司内部其实是使用Skywalking 就是我之前的公司就是是使用Apple Skywalking来进行落地的 当时我有想怎么去把这个功能 然后放到Skywalking中进行实现 并且真正帮助我们业务同学来解决现在问题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项目架构图 我们从网友来说 从左网友其实最左边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项目 其实包含了Trace,Matrix,Login 还有最新的Invate Detector 它支持这几种数据的采集 并且它通过RPC或是Kavka 或者其他一些协议可以传递到我们后端来 最终我们在服务端进行一些数据聚合 然后并且存储到相关数据源中 这数据源可能会很多种 比如说像是H2数据库 像是ES或是MASO数据库 同时我们支持对这个数据内容进行导出 比如说你把指标内容导出到一些系统中 或者我们也可以把它作为一种alarm 作为一种告紧方式来进行使用 其次我们可以通过UI平台上进行对数据进行查询 通过CRI方式 通明理行方式来进行开发者上的一些查询 在最下面就可以看到是我们目前一些比较支持上的东西 可以看到我们对目前比较主要的语言 都提供了相对应的一些agent探专 包括像是java .net go 或是php等等 同时我们对前端进行支持 包括像是voe react 这些语言框架 同时这个系统它是对service mesh是友好的 通过这样的形式 就是这个相应是我们整体一个 API skywalking又项目价格图 并且数据浏览过程是在这个图中可以展示出来的 如果我们想把这个 这型的剖析工具进落地的话 我总结了一共有下面四个关键点 第一个我们需要在agent中进行集成 在agent中我们就可以对它这个线程进行采集 然后我们是采用方法站的快照方式进行实现的 当然这是像是手动买点方式我们是支持的 但是针对这种方式 其实我们更推荐使用方法站来进行实现 因为它对代码侵入性是比较小的 其次比较关键点是我们和tracing进行深度整合 因为如果你想要进行新能剖析的话 它肯定需要入口 而在skywalking的过程中 我们通过整个请求过来之后 我们对整个这个trace信息进行集成的话 其实是比较友好的 而且用户在使用过程中也可以很方便的通过一些trace信息 来查询到我们的性能分析 性能分析的一些任务进行一些解决 比如第四部分就是 其实这个我们是以任务级别进行采集的 我们每个任务 你可以理解为是一个性能剖析任务 这性能剖析任务就会对某些相关的trace进行采集 并对它进行性能剖析 在skywalking中我们就是以任务为主嘛 所以我们就是任务 每次新建一个任务时候 会包含以下几部分信息 首先你肯定需要提供服务和端点名称 我们会依赖这两个信息 来对它某些服务下面的agent来进行发送请求 告诉你这个agent 我们需要对哪些端点的请求 哪个端点的请求尽心能剖析 同时你需要设置一些监控时间 就是这个性能剖析任务 它是立刻看完任务之后立刻开始 还是针对某个时间点进行一些处理 比如说我们之前遇到一些问题 比如说每个任务 这个任务 这个请求它可能在0.0分的时候它会产生问题 所以其实我们总不能我们要求用户在0.0分的时候立刻当机上 然后进行创业任务 其实不太实际的 所以我们可以比如说设置定时任务 设置定时任务 告诉它到底是哪个时间点进行启动 只用监控持续时间就相当于是我们这个任务 一共最长监控5分钟内所有trace请求信息 然后对它请求进行一些进行一些那个新的剖析 时间越长就有可能对现象影响造成造成应用影响 但是对于比如说比较这个请求是比较 执行平均周期比较长 比较比较比较短的话 执行周期执行周期比较长 但它可能是几秒钟来一次 或几分钟来一次 所以这个实验实际是比较有效的 然后这个有一个期视监控时间这个概念 期视监控时间的概念相信是 我们在这个真的比如说 比如说像是这个project a-name这个请求 它比如说我们设置时间是200 就会在这个方法 这个project a 方法 它执行地200秒200毫秒之后 才真正产生性能抛析 这样做一个好处的相关是 有些时候我们可能请求量比较多 但是我们更多是关注于比如说 tp90或者tp999这种请求 它就像是我们的长尾请求 就可能我们普通的方法 之间可能是12秒20毫秒 但是比如说tp99可能是tp90 或者tp99可能是200毫秒或更高 此时我们这个任务 可能起的更多是作用是这个 就比如说我们试试时间是50毫秒 这样的话在短于50毫秒之内请求 它都不会进行行动剖析 然后那个监控间隔的相应是 我们采用什么样的周期进行dump数据 就比如说10毫秒的相应是 当它真正发生性能抛析之后 我们每隔10秒对它现场进行一些dump操作 我们并且上报 但是时间越短就代表着 嗯时间越短 因为代表着它产生的性能损耗 其实是更大的 但比如说我吃100毫秒 它就上面是每隔100毫秒 才会对这个现场进行一些抛析 所以它其实对现场的影响 真正现场的性能影响 其实是比较小的 这完全由用户自己决定 你是需要就是 比较更快速更准确的数据呢 还是需要就是对性能影响不是特别大 但是能真正发现问题的 最后是采样次数 我们就是允许 比如说最大多少个 你当到达这个采样次数之后 我们就取消采样 是整体在我们skywalking中的一个配置情况 当配置完成之后 我们就可以真正的在页眼中看到整体一个新能剖析情况 在这里一共分为四个视图 我们一次来说一下 最左上这个视图 显然是我们任务列表 显然是我们刚才所冲在的每个任务 在左下方就显然是我们这个任务 它真正就是产生就是哪些请求 它实现的性能剖析 哪些trace实现的性能剖析 这种是大列表 当它就一点点到某个trace信息的时候 它会展示出整个trace的一个执行情况 同时上方还包含了一个包含子部分和不包含子部分的一些选项 然后分析 然后在下面我们可以选择我们具体哪些 哪些span需要进行分析 可以看到在这里面我们其实projectb它的自身耗时是比较长的 就要类似于我们在这里面所看到的这个信息就是self duration 它其实100毫秒嘛 在这里这个破期任务它会200多毫秒 所以我们可以点它然后进行分析 同时在这里面有一个比较关键部分就是包含子部分和不包含子部分区别 包含子部分的相关是它假设方法下面可能有很多 有别的很多span信息 它会把这个别的span信息一同进行加入到这个分析中 但假设不包含子部分的相关是我们这个span信息 它刨除掉所有子span信息 就排入掉比如说像是这个span信息 它自身耗时这100多毫秒它的性能project成什么样子 当点分析之后就可以看到整个一个现成对战的情况 在这里我进行一些页面截取 其实在这里可以看到蓝色部分 它就在这个stream 它进行read的那个stream stockyread的时候进行卡住了 所以相信是这部分比较耗时 接下来我说一下这个功能它的一个实验细节 因为这个功能其实有可能假实验不好的话 有可能很影响我们那个真正现象的一些稳定性问题 在实验过程中我们其实会采用一些槽的方式进行实现 比如说我们这个槽中有五个槽 这个agent中有五个槽 五个槽中每个槽都对应了一个是现成一个 现成已用的一个概念 我们会有一个采样现成 会周期的进行执行 并且对这个现成进行处理 我们当行动过来之后 我们会验证这个行动是否需要采样 如果需要采样的时候 我们再会把这个现成 现成ID 就是实验引用 放入这个槽里面 我们就是为了保证agent端 它其实不会造成太多影响 所以其实我们会最多只允许一个agent 最多只允许一个任务进行执行 人用采样流程其实相应是很简单的 我们会进行验证一个操作名称是否一致的 其次第二点比较关键 是我们会采用一种无锁CAS的单次校验 它只有本次在成功的时候 才会进行加一才进行处理 所以它跟资源所不太区别 这些事是它只会验证一次 所以它其实性能损耗是比较低的 并且在没有进行simple系任务 它的损耗其实是为零的 它只要去验证 当前我们是否这个agent 是否有启动任务 如果没有的话直接返回就处理掉了 目前这个功能 就是这个simple系功能 就是我们在720版本 已经发布了 至今差不多有七到八个体代了 然后也希望比较稳定 我想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 从最后一部分 我们对这个功能进行一些展望 我目前想到一共差不多有三个点 第一个是多语言支持 就是目前我们这个版本 目前这个功能只有java语言版本 如果就是也可能之后 可能会希望有更多语言 比如说像是golang 或者像是php或者c++之类的语言 第二部分其实功能联动 你有了功能之后 你还同样是目前是需要手动去介入的 比如说你发现一个问题之后 我们需要手动去串一个任务 定时或非定时的进行相关执行 但是比如说很多时候我们可以自动化 进行执行 比如说我们和告警或者某些事件进行联动 比如说某个请求他的tp90有超过一段时间了 我们此时就可以自动出发一个行动剖析任务 出这个问题到底哪一场称呢 或者我们可以结合一些比如说AIOPS 来进行告知我们系统需要进行采集 我们再进行相关采集效作 第三部分是EBPF 就是EBPF其实是目前一个比较新的技术 也是一个比较认门技术吧 它其实相信是我们可以把这个程序运行在 另一次内核的过程中 而且你不需要改用任何的内核代码 这样可以就是实验一个功能 比如说我们在请求过程中的时候 我们直接对这个请求进行拦截 并且是在Links内核中 我们直接就会给它这个形成对战的ID 或者ID列表 然后进行形成快照处理 然后接下来我们只需要做的是 把Links的方法站转换为我们真正语言方法站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你就是你的业务程序完全不需要改动 你只需要去部署我们现在相关的agent 然后就可以实现相关的功能 而且是对你业务平常是完全真正是零损耗的 因为它不需要去做这个处理 然后通过EBPF有一特别大的好处是 我们其实对够语言是比较友好的 因为在够语言过程中 你其实是没有办法得知我们真正的执行限战ID的 是够语言本身导致的 所以此时我们通过EBPF 我们可以从更底层 够语言底层是Links 我们通过EBPF本身的LinksCore内核级别 来互议叫做HazsWayers所有的限量对战 一个ID那边我们再进行写限量快照 这其实是我们之后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 这就是我目前想到一个目前三个性能Post上比较关键点 好这就是我此次的演讲主题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欢迎提问给我